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复林 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参加YT创作者的聚会 这个创作者的聚会 虽然是之前我在那区没有 我说到Football对他们有办的一个活动 他有好几天 你可以自己报名参举 当然会报名费 是借由在拍影片的创作者 借由聚会可以互相认识交流 因为这算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就想说拍个影片来跟各位记录一下 那今天这部影片就知道就是要记录 我第一次好不好 拍影片四五年 再来第一次参加这种YT的这种聚会 那我现在人还在台中 那今天逆年到台北的南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前往台中高铁站 然后大家去台北的南港 再战 我们现在已经下车 然后这里已经是南港车站 那它这个会场地点的距离这边 还有稍微一小段的路程 所以我现在要过去 就是我每次来南港车站都会迷路 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我太少来的管理 还是怎样 我觉得这边比北车还要容易迷路 你看北车已经比较大了 可是我在北车啊 我就是没有迷路过 可是我每次来整个南港车站 我都会迷路 可是不知道出口在哪 所以我现在要找一下出口 南港车站真的好大 好啦 找一下找一下 所以我现在搭到一个电梯 我想说先去大区一楼 大区一楼就会比较知道出口在哪 那应该对吧 应该对吧 这个 这个真的是 我就是喔 那这边 这边就有出口了 好啦各位我现在已经 出来这个 外面 来到外面了 那这里应该是 南港捷银站 车站 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就是要 导航到我们要去的地点 应该在这附近而已 好那我们现在要骑过去 很近啊 大概五分钟的路程而已 那我们就趕快出发 这里就是南港达南館 也是 上次这个福聚站来的地方 那旁边这边就是二館 那我们待会 就是会 从那边再过去 好啦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就前面这个 那我们吃的这个是 东方楼 的这个月室餐厅 其实我现在非常紧张 或者第一次吃到这个我走 而且 就都不认识你们知道啊 所以其实 是有点小尴尬的 那我们就刚才前进吧 哇 高级电梯 我现在是哪 这里就是 三楼 然后 诶 Youtube的 創作者的那个 在哪啊 是前面 诶 前面 前面 东方 哦 东方好像在前面 看到没有 哦 好 哦 哦 洗手间的布放 他在这边门进去 哦 好 谢谢 所以 所以 只有我一个到 看这个 远坡 結果我是 第一个到的 它门超大 就是 就这样的空间 好 下一位 哈啰 大家好 那我叫 傅林 那就是 不知道各位 近来是怎么发现 其实我是 坐轮椅的 那 这次的这个 創作者 聚餐呢 我们主要就是会 因为很多可能我们 都会 互相不认识 当然 现场有几位 像 志祺希希这种百万youtuber 然后我们 大家都知道嘛 那其他的可能我们 彼此都很陌生 那我们就会 互相的 自我介绍 然后分享自己 呃的频道啊 然后拍什么样的主题 所以 这个就算是一个 联谊啊 互相 认识的那种 活动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知名的大youtuber 其实我真的当下非常非常的 兴奋 尤其可以看到志祺希希本人 他本人真的是超级帅 超级好看 那所有聚会人 最爱的重点就是吃饭 那我们吃的家 餐厅呢 叫做东方楼 它是一个非常顶级的 越式料理 不得不说 他们今天做我的菜 我可以在这边很负责认的说 没有一项是不好吃的 每一道料理都超级好吃 下的部分我们就是有脆瓜 还有麻辣结瓜片 然后萝卜糕 以及鱼卵的烧麦 还有那个 烧味的霜拼 以及金沙鱼皮 这几个都超级好吃的 那主菜部分就是有这个 杏制鲍鱼饱鸡汤 那这个我看是 最多youtuber工人 最好吃一道料理 因为他那个鸡汤超级好喝 超补 那再来就是还有蟹肉 百花针角瓜 那这道料理就是蟹肉 也超级好吃 然后青菜 也非常的好吃 然后他因为 他的底下还有点 他们的这个汤汁 也都非常的好喝 再来就是黄椒酱 真海鱼 不得不说 其实我是一个 没有很喜欢吃鱼肉的人 但是他这道鱼啊 超级嫩 超级无敌好吃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香蒜 我的是猪肉粉丝堡 那他其实菜单上面是提供牛肉 但我觉得他们这边很不错 如果我是服务生问你说 你吃牛吗 如果没有牛就把你换成猪肉 那猪肉呢 非常的暖韧 然后这个面呢 也非常非常的Q弹 超好吃的 然后最后还有这个 酥皮焗叉烧包 那就是外面很像一层 厚厚的一个 有点像面包皮 但里面是有包线 那这个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讚 那最后就是来到这个甜品的部分 那不管是水果还是甜品 我觉得整个吃起来的感觉都超级好吃 总而言之就是今天的这一整道料理啊 没有一道是雷的 每一道都超级无敌好吃 会让你吃了之后 日后还会想要再回来的 总之就非常非常的讚 OK各位 那我们这个 今天的这个创作者的这个聚会 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今天其实算是我 第一次 应该也不算是就是第一次看到 志祺机器本人 然后我觉得 他跟我的影片上面看到的感觉是 我觉得本人非常的瘦 本人比影片 影片或者之前的那个社群上面看到的 还要再更瘦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 就是有在变得更瘦呢 还是说其实之前拍照的时候 就是都会把那个脸啊放大 这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今天本人看起来就是超级超级瘦 然后还有看到 我知道就是像是小葵 因为他就是有在拍那个传说嘛 因为我大学时候在玩传说 所以就知道他 所以就还蛮幸运的吧 今天可以看到很多 真的是都是很厉害的 这个模式还有一些不可把自己 长移跟短移去做结合 还有这个会员频道 今天讲解的主要重点就是 要去调论这个会员频道的部分 然后今天我真的是受益良多 学到非常多 好吧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 其实大概就到这边 这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Vlog 那因为 必须是我第一次参加YouTube相关的活动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好不好 那这个结尾呢 也是想要跟这个观看影片的你们讲 就是 其实真的很感谢你们 就是最终我频道这么多年 然后 就即便已经过这么久了 你们还是不离不弃 那因为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今年我的频道 其实很明显的已经走向这个 算是自由更新的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变得比较忙一点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状况有 比较差一点 所以有很多时间会就是 现在工作回到家 就已经10点了 然后洗个澡 可能就11点 然后就开始就是你其实就累了 然后需要花点时间去休息 所以上片的速度 减片的速度就开始变得比较慢 再来就是今年其实也比较忙的 有在跑演讲的关系 所以 你们都有发现在今年 我的上面速度确实是慢了一些 那还是很感谢就是 不离不弃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还是持续的 还是会收看我的影片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 因为PIZZA很少讲这些话 但是就是 从去年 差不多年底的时候 过一万到现在一万三 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 所有的观众朋友 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副理论营出众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好不好 那也非常谢谢你们 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 再见了好不好 拜拜